台湾省花莲县大地震6.9级啊 6.9级地震 花莲也在台湾的东边 就在花莲县地震前是台东县地震 是6.4级接连着大地震 然后这个楼房倒塌 有列车出轨 目前这个伤亡正在统计 镇中距花里县99公里 距台北200公里 你看这楼房都倒了 我去 这个桥也断了 说明还是挺严重的 前段时间中国四川那个是 卢定县是6.8级 那个的话 报道因为比较少 大家看不到 台湾这次第一时间就 社交媒体发出很多照片来 列车都直接出轨了 哎呀 这个还是震得挺厉害的 台湾按理说也是经常地震 所以他这个防证的措施应该是比较完善的 但是这一次看见 这个损失应该还是挺大的 楼都倒了啊 希望希望台湾同胞平平安安吧 这次看起来就会是比较完善的 这次看起来就会是比较完善的